学主得享安息 人心里有福的盼望 十二 学主得享安息之期 使人和睦 上 作者温正祥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孩子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主的使人和睦 一 传神的平安福音 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完成了神赐人平安的福音 使敌对神的人 回复他们与神起初的和睦关系 而有平安 为此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完成了神赦人罪的救恩 使信他的人都成为心造的人 这心人在这福音真道的知识上 建长成造他主的形象 赵主怎样饶恕了他们 也怎样彼此饶恕 而能和睦相处 主完成神的平安福音 使人归回他的平安后 便可与人和睦相处 这便是主领人归回神平安的 使人和睦 二 领人认罪接纳人 主呼召众人 所指责的税吏 马太跟从他 又与其他罪人同坐席 主不顾宗教权势 指责他的与罪人相处 为违反律法 他要亲近他们 以领他们悔改 而得与众人和好 当众人捉到行淫的妇人时 他们就高举摩西的律法 拉他到主面前 要他处死 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公义 乃是要他照律法处死他 以指控他犯了罗马的死刑法 主安静一会儿后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教人从律法上看到自己的罪 而不止在定他人的罪 结果众人从老到小 一个个先后离去 主便叫这妇人不要再犯罪 以得与人相处 主叫人反思己罪 也叫罪人悔改 以与人和好 便是他的使人和睦 三 复原人生活正常 主在地上奔波 到处医治赶鬼 就是叫瞎眼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他却要他医好的大麻风病人 给祭司查看 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他已捷径的证据 之后主又拆他释放 那群鬼附身的人 进城传扬神所做了何等大的事 使他回复正常生活 主大有能力 却常用于弱势群体身上的 医病赶鬼 反不用在复兴以色列国 脱离罗马的统治上 虽引起众人怀疑 甚至施洗约翰的质疑 他仍努力回复人的正常生活 使他们得与众人相处 这便是他的使人和睦 4.给人合一的生命 神之前将人对他的不顺服 都定了嘴 然而到了今时 他特意要连续人 赐下所应许的救恩 给凡信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人 在这因信得救的真理 还未来已先 神颁布了律法 作为以色列人迅蒙的导师 引领他们到其所预表的基督 于今神已拆下耶稣 道成肉身 完成了律法的义 并成了律法的总结 使人因信称义 而不再出于守律法的规条 借着主的恩典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都得归回神 而成为他的子民 一个在主里面 合而为一的新人 One new man 借着福音 外邦人便得以同为后赐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主以救恩 使素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他里面合一 便是他的使人和睦 主的使人和睦 结语 主来世上完成的和平福音 使人与神和好 而至内心有平安 便可与人和睦相处 他完成的救恩 也消除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在律法遵守上的 不和所造成的夙愿 而使两方和睦 和而为一 都成了有他生命的一个新人 再来时 他便要做他们和平的君 掌管神赐给他子民 安息的千禧天国 和平福音 和平福音